嗨,大家好,今天我打算去多文多的唐人街去逛一圈 和我一位来自广东的朋友一起探索一下相同的汉字 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怎么发音 让我们出发吧 在我去唐人街的路上,我有经过我们的校园 这里是Arts and Science的楼 旁边还有一些餐车,平时下课后我就会在这里买一些东西吃 在校园里我还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浣熊,它在吃面包 现在经过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的书店 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关于我们学校的纪念品 然后也可以买到上课需要的课本 再往前走一段不远处就是大同华啦 然后往左边拐就是唐人街 我打算先去大同华转一转,然后待会儿再去唐人街 我进来大同华啦,现在我在零食区 我打算找一找有什么产品,可以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读一下 芒果干 芒果干 花生 花生 豆干 牛蜜 玉米 熟米 橘子 橙 苹果 苹果 螃蟹 蟹 猪肉 猪肉 牛肉 牛肉 酱油 茶树菇 茶树菇 鸡蛋 鸡蛋 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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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蕃茄酱 蕃茄酱 酸梅汤 酸梅汤 新豪精 新豪精 银技厂粉店 银技厂粉店 春风十里 春风十里 麦香面包房 麦香面包房 免费送餐 免费送餐 留宫烤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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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庆秦妈 重庆秦妈 汕头小石家 汕头小食家 9号小院 9号小院 华盛超级市场 华盛超级市场 大凤凰饼家 大凤凰饼家 陈湘记图书公司 陈湘记图书公司 安康药房 安康药房 现在我逛到了唐人街的一个十字路口 天气降温 我也准备回家啦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让大家对相同汉字的 普通话和粤语的不同发音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